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赢家攻略 我是伟国庆 今天台股终于出现了大反弹 为什么今天台股会出现这么大的涨幅呢 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原因 维国庆我待会在节目中跟各位仔细的分析 好了 今天当这个大盘收盘有站上五日均线了 而且重点是今天的电子全职股 联发科台积电好像有点开始醒过来了 再来这个盘该怎么看 这些电子一哥的股票有没有续涨的机会 今天维国庆会跟大家做仔细的分析 好 倒不来 从大盘开始 其实这个盘说真的 今天这种涨法应该出很多人意料之外 因为第一个到昨天为止 其实台股还是往下再创短线的新低 然后其实昨天晚上你说美股虽然说没有再继续重挫 可是实际上也不过就是在平盘附近 四大指数来回这样子涨跌互见 再加上就是说今天报纸一打开来 其实我想有一个新闻会吓到大家 哪个新闻呢 央行说未来要紧缩货币 你政策上要紧缩货币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你看到这则新闻的话 想说 糟糕了 这样竟然要紧缩货币 那对股市不就是最大的杀伤力吗 所以今天我相信很多的人 你不要说开盘甚至到了盘中 你都不认为台股今天会出现大涨 可是实际上今天就是大涨 那这个第一个 今天涨上去 这个不但大涨 而且今天收盘的位置 是远远的站上这个五日均线 那恭喜大家 恭喜多头 这是第一个好现象 因为毕竟连续跌了六七天之后 那今天能够第一次重新站回到五日线上去 那不过当然今天只是算第一天 这个反弹到五日线上 那明天以后的关盘重点 那自然就是到这个五日线 是不是真的能够守得住 如果明天以后 这个短线发生震荡 但是收盘的位置 真的五日线都不再跌破的话 那我恭喜大家 那四月份其实后面的行情 会渐渐的出来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未来几天的关盘重点 第一个就是在 当然在五日均线不能再跌破 而如果以多头架构来讲的话 另外就是 那台股在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今天盘中的高点 离这个重新离这个年线 已经也很近了 所以明天以后 那当然往上去的话 那这个年线跟月线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目前这个多头 能不能够继续往上克服 一个很关键的所在 所以这个好吧 所以这个明天的 这个未来 这个短期的关盘重点就是 到底这个台股能不能重新 重新站回到年线跟月线之上 各位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 老师对啊 那到底这个加权指数大盘 有没有机会 站回到这个年线之上呢 那各位 那就要有一个东西 就变得很关键 什么东西 那就是联发科跟台积电 未来能不能续墙 就是大盘能不能够重新站上年线 最大的关键 各位其实今天这个盘 我想大家都看得懂了 今天的盘面上 有两支股票特别的 特别的有意义 就是联发科跟台积电 而且重点 维国庆我认为了 尤其是联发科 各位其实今天台积电的大涨 其实多多少少是被有点被 应该说这个涨势啊 是从联发科开始的 那联发科为什么今天会突然之间 为什么突然之间大涨呢 当然了 因为跟昨天所公布的消息 是有关系的 昨天这个不是 这个新闻有报吗 就是说这个联发科 今年这个三月份的营收 冲到591亿 那这个数字呢 是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哦 这个它比这个前一次的新高 就是去年九月份 去年 各位来 我用这个 用我的研究报告 你看得更清楚 各位联发科在去年九月份 这个479亿啊 是这是前一次 创的历史新高 各位那你看 那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三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九月份的新高呢 足足多出 将近110亿 各位将近110亿耶 各位这个110亿 真的是相当可观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 这是昨天所公布的这个 消息在这个地方 都创 而且不单是这个三月份 创历史新高 那这个整个的 今年的第一季的 单季营收呢 也创历史新高 那所以这个 但是问题是 当昨天啊 这个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昨天的联发科 这个股价并不强 受盘只小涨了六块钱 充其量就是 充其量就在平凡附近 这样来回震荡 所以其实到了昨天 各位其实昨天这个 在节目上 我回过去呢 我就开始跟你谈 联发科跟台积电 对不对 当然以昨天来讲的话呢 真的是让我有点捏一把冷汗 就是说哇 在这个联发科 在这么大的这个利多之下 可是股价呢 却受盘只涨了六块钱 实在来讲的话 一点都不强 所以昨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回过去 我还特别拿到联发科 我就在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 那再来就对 到底联发科 能不能够赶快这个转强 那就是啊 不但是联发科本身的股价 有没有机会 止跌开始往上涨 同时呢 因为联发科 因为毕竟联发科 是电子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支股票 如果联发科在这个地方 能够顺着这个利多消息 去往上攻的话呢 那当然就能够带动 电子其他的一哥的股票 就有机会去往上去 还好还好 联发科今天终于开始动了 昨天真的让人捏一把冷汗 哇这么大的利多不涨 那后面是不是 那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疑虑重重吗 但是还好今天开始发动 而且今天是一开盘 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来到差不多850块这个附近 那让我喘了一口气 那这样子的话 应该要动 而且各位其实今天 在那个860块以下 我带着我们会员当中资金大的会员 其实今天我们在860块以下 我们也进去买了一些了 还不错啊 今天最高来到882 收盘也收到880 一天限赚20块钱了 各位 这个恭喜维国性的会员 尤其是资金大的会员 那如果说今天 你今天也进去敲了联发科呢 那我也恭喜你 今天联发科真的在电子股里面 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股票 那重点是 这个各位你知道 其实股价这种股价这个东西 一定有两个东西是关键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任何一支股票的股价 能不能大涨 一定关乎两个地方吗 一个基本面 一个技术面 对不对 那基本面到了 这个起码以这个到 这个三月份来讲 既然联发科的营收 能够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是强劲的创历史新高 它的年增也将近快五成 哇各位这个对于这种股票来讲 年增五成真的是很了不起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这个三月营收 这么样的亮眼 那基本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那再来就要看技术面上 它的股价是不是真的 有开始做反应 那这就是重点 那还好今天终于开始动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它的基本面技术面 开始能够做一个配合 而一个重点是 因为联发科这波从这个高点 跌到昨天 跌下来呢 跌了将近30个percent 我会跌30percent 真的是很重啊 那而且重点就是说 因为前面跌了30个percent 可是它的基本面 却是这么样的 远远出乎市场的预期之外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维维钦 我真的呼吁多头 呼吁法人 赶快啊 这个把联发科 这个借着联发科 的基本面的强势 赶快把联发科 继续往上拉 未来一段时间 只要联发科的股票 能够继续往上拉的话 那各位那对于这个 整个电子股的 整体的带动是绝对有帮助 对于这个多头的信心 是绝对重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刚才节目一开始讲 我说这个地方 未来一段时间了 注意哦 联发科很可能就是 如果这一派 未来一波台股能够冲上去的话 那联发科 或是未来这一波 电子股里面 很关键的领头羊 OK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一面注意大盘 能不能攻上年线 重新占回年线 同时呢 这个联发科的股价 能不能续墙 绝对就是第二个关键所在 好吧 所以两个东西 各位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而且重点是这个 为什么联发科 这个他这个三月份的营收 能够这个 强劲的创历史新高呢 各位那当然就是跟 因为各位你知道 其实这个目前联发科 已经是全世界哦 这个手机晶片 这个的最大厂商 已经这个 已经这个远远的超过高通了嘛 那既然这个联发科 已经成为全世界 手机晶片的这个龙头厂商 那重点是呢 因为放眼这个 今年跟未来 基本上它有三个这个层面呢 是会这个 让联发科的这个 的营收获利呢 能够往上冲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我想这个天玑9000的 这个新的这个旗舰晶片 大家也有听说了 对不对 这个天玑9000 这算这个5G里面的 这个晶片的 这个算是这个 这个算是很强的一个东西了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像这个WiFi 6啊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其他方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都是联发科 目前这个要 这个要大量供的这一块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未来 这个真正的重点所在 好吧 我想这些来讲的话呢 你就特别注意一下 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在 在基本面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呢 那那个股价 终于有开始动 这是一个好现象 而且我特别强调 这个未来 未来这段时间呢 联发科能不能续墙 会牵动整个电子股里面的 这个就是一线电子股的表现 能不能跟得上去 好了 那今天除了这个 因为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联发科 昨天有这么亮眼的 这种这种这种成绩 所以今天的股价开始动 那所以呢 带动了今天之后呢 终于啊 把台 我说其实台积电 今天的涨 多多少少跟联发科的利益 都是有关系的 好 那联发科等于算是这个 顺势昨天的这个涨上来 那台积电今天也终于开始动 而且今天台积电呢 股价也重新站回到五分均线之上 那等于说呢 就是说 所以这个到昨天来讲的话呢 那目前台积电就是看 能不能在这个555块 556块这个地方 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不再跌破 那如果台积电能够在555块 到560这个地方 能够这个撑住 不再创新低的话呢 那台积电的股价 也有机会啊 慢慢去往上的走的话呢 那对于这个4月份的 台股的这个多头 就绝对有帮助 而且重点是 给我提醒一下台积电呢 明天下午要开法说会 那这个法说会的内容 大家要赶快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以目前到 今年到3月来讲 因为今年的1月份呢 台积电的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 那那个3月份的营收呢 这个比只比1月份呢 差一点 因为它这个1月份是1722亿嘛 那3月份是1720亿 所以基本上就是 几乎是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 它等于1月份呢 跟3月份都在创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就是看明天 台积电的法说会啊 能不能够这个 对于今年而未来 有更好的这样子的 利多消息传出来 好吧 随着来讲的话 今天台积电也顺着 这个联发科的涨了 今天也终于股价在往上冲 那这个地方 那个555块到560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目前看下涨 能不能够这个 承住一个很关键的价位所在 好吧 所以接下来讲 各位就注意一下 那这个好 所以就是 因为今天就是因为 这个联发科也好 这个台积电也好 股价终于呀 有开始稍微表现的 比较好一点了 所以这个大盘呢 也今天呀 也终于没有再跌下去 而且呢 顺势正位到五轮线上去 那今天除了这个 电子的一线股呢 今天呢 这个终于开始 稍微有表现之外呢 那今天还有一个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今天的台币呀 在连续重扁之后 这个因为昨天 其实昨天下午 央行已经开始有出手 有干预台币 这个等于说 等于说目前市场认为说 哎呀这个大概在29块2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央行 可能好像有点要 要主扁的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 果然今天台币的汇率呢 也这个顺势啊 往上做了反弹 往上做了反弹 那收在差不多29.02这个地方 那重点是啦 那虽然说今天台币反弹了一天 但是呢 这个当然不代表说台币就从此直扁 但是重点是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29块2这个地方啊 不要再扁破的话 那基本上啊 起码就以短线来讲的话呢 台币只要不再继续重扁 那起码这个外资啊 大概对台股的这个卖压 大概也稍微会减轻一点 甚至啊 如果说这个台币在29块2这个地方 不再创新低的话呢 那说不定这个外资想说 哎 这个台币短线已经扁了很多 因为台币这一波 从27块半一路扁到29块多 这个扁幅是相当相当的大 那在这么大的扁幅之下呢 那这个尤其最近这七天以来啊 台币这个几乎是以这个标的速度在往下扁 所以会不会因为短线实在是扁太快了 所以呢这个地方 起码在短线上 是不是有先反弹的机会 而一旦这个台币在这个地方 那个直扁开始做反弹的话呢 那当然外资一定顺势啊 就不会再去这个大量的卖操台股 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啊 反而去反手买超啊 这个台积电或是这个联发科的话呢 那这样对这个电子的这个这个全资股 那更是一个好帮助啊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对大盘的这个往上继续功能 就更有帮助 好吧 所以各位啊 这几个东西都有联动性啊 我再强调一次 未来明年开始的话呢 你注意一下啊 联发科也好啊 这个台积电也好 以及这个台币的汇率 会这三件事情呢 会相当的这个关系到未来一段时间啊 到底台股的这个多多 能不能够开始继续重新啊 去这个挑战这个年限以上啊 这是这几个关键所在 OK好 那这个其实今天呢 这个除了这个联发科啊 除了这个台积电呢 这个有走强之外 其实啊 这个有好多这个 本来前一波 这个强势的电子股 而且都是所谓的一线股 前这个前一波呢 涨一波之后啊 因为最近这个大盘的下跌啊 所以很多电子的一线股呢 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 也顺势被往下带 但是呢 到了今天啊 这个当大盘开始重新再反弹的时候的话呢 很多这种电子原来的这个 一哥的股 一线的股票呢 今天也开始啊 似乎已经开始到 有出现到这个止跌反弹 或是止跌那个回涨的这种现象 那其中有一支股票 也是维克星的会员 我们长期一直操作的 这个汉磊 各位啊 我想讲到汉磊 你一定不陌生呢 因为汉磊 这个从去年的五十几块 维克星带着会员进去 从五十几块 一路做到130多块 就赚了1.5倍嘛 那之后这个 汉磊就经过了 将近这个好几个月的修正 一直回回回回到 上个月不是回到108附近吗 大标股系统出现 现在买进讯号 然后待会 我们就汉磊这一遍 我们又去买了一趟 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去买一趟 后来呢 那个霍利了解一趟之后 各位你看 重点是 当汉磊的股价又回来之后 你看最近这 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汉磊的股价 又回到大富线 又回到大富线这个地方 股价都没有跌破 哪怕在上个 哪怕在这个前几天 上个礼拜四 这个礼拜一到昨天 在这几天 大盘还在重挫 在创短线新低的时候 可是你看 汉磊的股价 完全没有在创新低 过去这五天以来 汉磊的股价 已经相对大盘来讲的话 已经算是很强势 那为什么过去这几天 当大盘还在重挫的时候 可是为什么汉磊的股价 反而没有创短线的新低 就是因为股价已经撑在 有没有大富线 看这红色第一条线 有没有 已经撑在这个地方了 其实汉磊已经看了好几天 我就在等 我在等 我看 它的股价是不是能够守在 这个大富线 到了昨天 果然守住就没有破 今天果然顺势就开始上了 而且它的涨幅盘中 也涨了6%多 那各位 汉磊这支股票 我认为这个地方 大富线没跌破了 只要大盘呢 能够开始重新回到年限 往上攻击的话 那汉磊这支股票 那马上要重新摘起一波 那这个机会就大很多 而且汉磊这股票实在说 它的股型是蛮活泼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要是你之前曾经做过汉磊的话 你就知道 这支股票真的是 只要这个大盘好 只要汉磊一动的话 哇都是一大波 对吧 那这个 不管是去年的赚在一倍半也好 或是前面这一波 对不对 都已经超过30%以上 那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的会员 已经重新开始进去布局了 那各位 如果要是你手上是没有汉磊的话 来赶快赶快 我今天又是领先全市场上 我就率先给你做预告了 汉磊的股价打到大富线 没有跌破 这是不是一个开始 下一会要涨的一个好的机会 我欢迎你赶快过来 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各位说真的 这个其实这个 目前电子股里面 有几个产业 就是大家这个长期一定看好的嘛 那除了像林华克的这个 这个这个5G或是WiFi6的 这一块之外的话呢 那尤其这个所谓的这个 车用电子对不对 或是所谓的那个电动车 尤其在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不论是这个电动车也好 车用电子也好 第三代半导体 都是未来这个电 这个车电的相关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一块 的一块的产业嘛 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像这个淡化加啦 碳化系啊 这种东西都是将来在这个 就是在车子里面 会大量使用的 这个 这过去在传统的汽车里面 像这个 像这个碳化系这种东西呢 传统的车辆 一辆车才用到差不多18颗 可是未来在这个新的 这个电动车也好 或是这个油电混合车也好 都要用到两百多颗嘛 那你想想看 同样是一辆车已经都增加十几倍了 那何况对不对 而且现在电动 而且各位你看 其实这段时间 全球那个电动车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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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销售量的那个产量 都是比去年 就是以倍数的方式 不断的往上跳 虽然说最近这个 大陆这个疫情的影响 这个 这个 这个上海在封城 可是呢 这个全球的 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 这个产量 还是不断的在扩张中嘛 所以这个 所以将来 随着这个电动车 这一块的产业 以及呢 每一辆车本身 它所这个 要使用的第三代半导体 都比过去多了十几倍 那你把这两个东西 沉一沉 你就知道 未来这个成长性 有多高 对不对 所以关于汉瓦的好 我想大概基本面 你也不陌生了 但是重点是 一个长期看好的产业呢 问题只是说 那到底对不对 这个 每一个坡段 每一个坡段 哪里是一个坡段 起涨 以及这个 你该进去 这个赶快 在底部区 进去买进的位置 什么地区是一个 什么地方是一个 破断的高点 那个 赶快先获利了 结一趟 然后呢 先把这个股票出一出 等它跌完以后 重新出现买讯 你赶快再进场去 那这个汉瓦 对不对 这个之前从 从这个 从50几块 维会现在带着会员 做到130块 后来这140亿 出现卖讯 那这个 就跌跌跌了一段下去 到108块 现在买讯 这个东西 我节目上 我都跟你讲过了 那到现在 打回到大户 现在没跌破 那这个地方有机会 重新再起一波 过来 赶快跟上微国庆 第三代半导体 绝对也是电子股 只要电子股 只要电子股 这个从未盘面 重新涨的 那个主流的话呢 第三代半导体 这块里面的 相关的股票 绝对不寂寞了 这个道理你一定懂 那既然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 始终就是未来 电子股里面 很重要的一群 这个产业的话呢 跟这个 赚钱的这个 好的标的 那你就过来 你早早跟上微国庆 那你越早 这个把这些股票 这个 这个掌握好的话呢 那你靠这些股票 你赚钱赚的越多 好吧 再讲一次哦 这个股价 来到短线整理 都差不多了 一旦能够再往上冲的话呢 那这个会再上去 又是一大段 OK好 保持好机会 为了当那 这个当今天呢 今天当这些 电子的一线股 这个联发科 台积电 汉里这些股票呢 这个开始从 从这个 从这个下 从这个 下跌 到这个有机会 重新开始发动呢 但是啊 有些股票 前几天 反而已经先大涨了股票 那今天当然反而短线呢 顺势拉回 那今天的车网店 嗯 今天车网店 其实开盘 上去还不错嘞 盘中 也差点几乎涨停板嘞 可是毕竟 第一个 短线涨多了嘛 对不对 这一波 这个尤其当这个 前两天大盘在狂跌的时候 可是车网店 是一路往上创新高嘛 那这个短线 已经涨了三 涨了三十几个percent了 那差不多 这个短线 第一个 涨幅不小 第二个 它今天的高点 77啊 已经碰到 非常 那个就是大概一年 一年多以前 前面一次 70多块的高点 那 第一个 因为短线涨幅很大 第二个 已经碰到啊 这个 这个一年多 这个一年多以来的 前面的高点 所以呢 今天顺势啊 开高 开高走低 也是很正常了 那本来今天 它开盘以后呢 本来我是看它 它往上去 我就想好 只要你能够维持强势 那基本上 我就这个叙流 但重点后来因为 真的后来因为 它股价这个盘中啊 又回到这个 74块钱这个附近 那我认为这个 那我认为这个 大概从今天 可能短线高点 有看到 所以在74这个附近 当然会呢 先做了一次 分批的获利 所以老师 那你为什么 今天要卖在 74块这个附近 各位 有一个美感 那什么美感呢 我教你 各位一支股票 到底尤其我们 我们先以短线 或是以当天来讲 怎么样去看出 一支股票到底 它今天 到底是强或是弱 有一个地方 各位你知道 今天车磅店 开在什么地方 它开在74块1 那开在74块1 前面是往上走 那基本上 那这个开盘的位置的话 基本上就应该是今天 盘中 一个关键的支撑所在 各位你懂不懂 这种意思 那既然开在74块1 那代表74块1 基本上是不要跌破 因为一跌破的话那显然 它一定会往下做一次修正 往下去 那最好就是回到昨天的 这个收盘在这个地方 回到平盘 不跌破 那还算是强势 但是哦 这个毕竟涨多的话 再往下跌 几率也是有 好 所以我试试看 所以当它盘中 又打回到74块这个附近 那我看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 它要回了 所以我就在74这个附近 带回来呢 先跑一下 各位 果然你看后面就开始 回到74块以下 就打打打打打打 先打到批盘这个附近 晃一晃 后面呢 还去再杀了一段 才收到这个67块8 就是接近68块这个地方 今天光是一天的价差 将近6块钱 一张就是6000块 各位 就算今天你是我的会员 就算今天你做一趟价差好了 你在74 你跑一下 收盘你把它补回来 你光是今天赚个价差 你一张都赚了6000块钱 何况各位 昨天的股价 对不对 不算贵吧 当时在3月底的55块 就出现买讯 我带着会你就调进去买呀 你看光是这一波 光一个测房店 又赚了获利将近30个percent 哇 各位三成呢 我问你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盘面上什么股票 能够在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让你获利三成 不多吧 对不对 各位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 我再次提醒大家 其实啊 我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谈 其实你说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盘面上 你有很多的股票 当天有涨的 对不对 今天涨涨这一支 明天涨涨那一支 大家轮来轮去 但是问题是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当天 当天盘面上抢的股票 是不是后面 能够继续抢 或者是某一天抢的股票 它后面是不是能够继续走一个波段 其实不多呢 但是测房店这个地方 它就是 这个扎扎实实 就走了一个波段上去 而不是说只是抢个 不是说只是涨一两天 后面就不动哦 所以各位 那为什么测房店这个地方 它能够走一个波段 就是我所谈的 这东西确定得到它的基本面 对不对 其实测房店的这个基本面 估计这一个多礼拜 我已经跟你讲的很多了 我想你 要是你有看一家攻略的话 你都知道 因为它的子公司 这个华德动能 因为台湾的将来在八年之内 所有的公车都要改成电动巴士 那因为这个是 政策现在在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刚性需求 那将近这个 一堆利多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反正我已经讲了一个多礼拜 我想这个内容应该你都知道了 好吧 那重点就是说 好吧 所以你看这个股票 它果然它不是说只是 今天涨一涨 或是只涨个一天半就跌下去 它真的这个 就起了一个波段上去 然后到了今天 因为盘中 这个74块 我看大概守不住了 赶快来这会儿呢 先这个分批获利了一下 你看 那这样 一个多礼拜以来 随便一赚一张 也将近快两万块 这个地方 一个这个 对 涨幅将近30% 而且这个股票 当时买的时候 买的很便宜 对 随便这种几十块钱的股票 你也买个五张十张 应该都OK吧 你看 光一张车王垫 一只车王垫 你看你可以赚多少 那各位 就我所谈的 对不对 任何一只好的股票 只要基本面够强 基本面好 再加上技术面 在我的大标国系统里面 就是有出现一个 波段的买进讯号 基本面加上技术面 那就保证这种股票 它后面一定有给你带 有一定啊 一定有让你啊 去获利的这种机会 对不对 这是挂波警 所以我就说这种东西 当然一只股票呢 在我的大标国系统 出现卖讯的时候 那你当然了这个赶快股票卖一卖 不要随便去跟股票 这个去留恋这种股票 但是呢 当它股价跌跌跌到某个地方 在我的大标国系统 出现新的波段买讯的时候 那有出现买讯 这像未来的基本面 确实不错 那这种股票 它不涨 那什么股票会涨 鬼是我所谈的 我说 微微信我帮回主条的股票 不是只有单纯 看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 我一定还会加上 到底这家公司 未来的基本面 强不强 如果基本面很强 加上技术面又有买进的讯号 那这种股票 大多来讲的话 它都有机会 后面去大涨一波 那各位 那这样子 微国系 我用这样子的SOP去选 选强势股 但是会员一直一直这样赚 那对于你来讲 你需不希望这样子选 选到好股票 所以我讲各位 如果今天 只是为了在讲 这个技术面跟筹码面 你可以看 但是光看技术面跟筹码面 你不一定跳得到 真的波段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再花时间 去看看这家公司 去研究它的基本面的话 那各位 那那个波段能够走得大 会员就赚得多 那这是一个分析师 才能真正的有尽到责任 我就想各位 其实我说因为市场上 绝大多数的头股老师 开口比 开口比就是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 可是我是想说 这个东西 一个好的分析师 还真的必须花时间 去看一看所谓的基本面 对不对 毕竟基本面你才知道 这家公司未来 它长得圆的扁的 未来它的这个 这个营收获利的动能强不强 对吧 所以我尽管我 我除了技术面筹码面之外 我一定花时间去看看 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觉得这家公司基本面 确实成长性强 那再加上技术面 在我的大标股系统 有买进去讯号 那我挑进去买 对 吃房店 对啊 不错吧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这种股票 尤其这股票能够 能够一波涨了三十几%的 来 除了吃房店之外 还有哪几支 你告诉我吧 对不对 重点是这种股票 你敢买呀 因为当然盘面上 有些也许一些小妖股 或是一些二三线的股票 也许这一阵时间 它也有涨 可是那种很奇怪的股票 或是你不认识的股票 第一个你敢买吗 就算你敢买 你敢重压吗 你绝对不敢买 你绝对不敢去重压 问题是如果一支股票 你买个一张两张 它大张以后 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但是一个一家公司 基本面够强 那对不对 我相信你敢去 你比较敢去压这种股票 你敢买比较多一点 它一旦涨一波 你才赚得多 那这个东西 你敢不敢去 一支股票 你真的敢安心的去买 或是你敢多买一些 那个东西 看的就是基本面 那个不是技术面重码面 能够让你一面心心 安安心心的 对不对 好了 就个吃床店 不错吧 好了 但总理一样 虽然说今天 我们跑了一趟 它也开高走低 但是毕竟它的中长线 因为这个电动巴士 这一块的中长线 确实力多还在 所以等它回党修正之后 那什么地方 是一个新的买进位置 那你更要过来 跟上微国庆 如果这一波 要是这一波 你没赚到的话 好可惜 那下一波 未来一波 你不要再漏掉 好了 所以在这地方 就是说任何的股票 起涨区 起跌区 我的W系统 都帮你算得清清楚楚 然后微国庆 那会一定待进待出 短线该怎么操作 长线该怎么操作 我都会帮会员 规划得好好的 那你只要过来 跟上微国庆 那我带进带出 让你安安心心的做股票 OK 好吧 所以各位 在这地方 还是一句话 当目前大盘 在这个时候的话 注意一下 这些龙头股 OK 那未来该怎么操作 欢迎你先赶快打电话 先来跟上微国庆 做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